行万里路 还得读万卷书 大家好 我是Rex 咱们继续研读 接着来读这本《教魂》 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咱们上一期也就开了个头 说了一下这个教魂到底是怎么回事 1768年 乾隆33年 正当康乾盛世最顶峰的时候 在江南突然出了这么一股妖风 说有人到处问人名字 问人生存八字 捡人衣服 捡人的发便 干嘛呢 弄来这些信息或者这些物件之后 能行使妖术 把人的魂魄给射走 然后驱使他为他们做事 那么被做法的这些人就死了 所以在民间引起了极大的恐慌 这个恐慌一开始只在底层社会蔓延 这官府也都觉得这事荒诞不经 咱们现在听来也是荒诞不经 所以没有往上报 但是后来皇帝知道了 就是乾隆皇帝知道了 在这个书里边 孔威利老先生永远用弘历来指称乾隆皇帝 这在中国传统的史学家和中国民间的传统 看来是非常奇怪的 因为这个皇帝 我们从来都叫他乾隆皇帝 或者乾隆帝 或者清高宗 对吧 就很少直接叫他弘历的 你叫他弘历 在当时的人是不会这么叫他的 因为这大忌讳 这也不能随便叫 那后代的人也很少叫他的名字 但是这书里边你看吧 全都是红利如何如何 红利如何如何 他有他自己的坚持也非常有意思 他说 如果有人反驳 我说当时并没有人会叫他红利的话 那么我也只能说 当时也并没有人会叫他乾隆 他这么一说的话 倒也蛮有道理的 那么尽管地方上一开始 并没有奏报 妖术横行的这个状况 但是乾隆皇帝 后来还是通过某些渠道 知道了这个信息 大为震怒 这这么重要的事情 居然没人告诉我 查 一查到底 查了折腾了几个月 弄了一堆冤假错案 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大概情况是这样的 那么就这么一个荒诞离奇的事件 居然发生在 中国帝制时代 最后一个盛世时期 也就是所谓康乾盛世的时代 是不得不令我们深思的 那么我们这一期就来聊一聊 这个康乾盛世 康乾盛世 也会称为康庸乾盛世 因为你说康乾的话 中间隔着一个雍正皇帝 这三代皇帝 康熙在位61年 乾隆在位60年 加了后面他当太上皇三年 再加上中间雍正17年 前前后后140年 这时间可真的是够长的 光这个时间长度 就已经比中国这2000多年的 帝制时代里边 所有这些什么什么支质 什么什么中兴之类的 都要来得长了 那么这个含金量 经济增长 经济总量 这肯定是几千年里边 登峰造极的时代 在乾隆朝的时候 中国的疆域最终定型 达到了历史上最大 乾隆皇帝晚年的时候 不是自称实权老人 他洋洋得意 也确实有洋洋得意的资本 因为他达到了历代 这统治者的一个顶峰 那康乾盛世的成色究竟如何 在《教魂》这本书里边 孔菲利老先生就有专门的论述 他说康乾盛世 其实就是渡金时代 什么叫渡金时代 外表渡了一层金子 但里边那可就不是金子了 就有可能是败絮其中那样的 这个词源自马克图文的一本小说 书名就叫做渡金时代 他说的是19世纪末 发生的一个什么什么事 后来就用这个小说的名字 来指称19世纪末 二世纪初在美国的那么一段时期 叫做渡金时代 为什么叫渡金时代 美国那时候刚刚完成南北战争 全国得以重新统一 全国的市场都统一了 然后资本主义大发展 表面上看上去特别的光鲜 经济繁荣 一片兴旺的景象 但是背后是特别的肮脏 腐败横行 什么这些就肮脏的东西 所以那个时代叫做渡金时代 那么孔非利用这个词 来形容中国的康乾盛世 那也是说明了同样的问题 外表上看康庸前时代 尤其是乾隆时代的中国 非常的光鲜亮丽 经济增长 而且经济总量非常非常大 全世界能占到百分之多少多少 人口是翻了范的增长 从1700年的1.5亿 增长到1794年的3.1亿以上 翻了一范还不止 这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 都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怎么这么说 之前中国所谓的盛世时候 人口最多的时候能有多少呢 大概也就在6000多万人左右 再高点8000万人撑死了 一到战乱的时候 中国人口就掉到2500万 这样的一个人口数 甚至最惨的时候 三国的时候 有统计的数字才不到1000万 当然有些人可能没有统计进去 但那个时候人也很少 但是到了清朝的时候 居然到了三个多亿 到清末的时候到4亿5000万人 你想想吧 尤其是这人口翻一翻是在不到100年的时间之内发生的事情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这书里面有相应的分析 一方面是这段时间确实政局比较稳定 人民生活比较的安定 另外一方面 就跟世界经济是有关系的 怎么这么说呢 来自美洲的粮食作物 在明朝末年的时候传到中国 比如说玉米 比如说番薯 比如说马铃薯 就土豆 这些东西种植起来比较容易 产量也比较高 所以能养活更多的人 那为什么明朝末年人口没有这么膨胀起来呢 还没来得及膨胀呢 还没来得及推广呢 然后就战乱平整 对不对 等这些战乱都结束的时候 等人民开始安定生活的时候 就开始没事干 生孩子呗 好 这一生就开始翻番的涨 但是这么多呼唤出来的人口 该如何维持生计呢 中国的传统的是农耕社会 土地资源是有限的 这一大家子生那么多人 能分到每个人头上的土地会越来越少 那怎么来养活这么多人呢 书里面就来分析 说1768年前后 也就是在乾隆朝 中国的经济到底是怎样支撑的 尤其是在发达的江南地区 其实在这个时代 手工业非常发达 除了农耕之外 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就是靠手工业 而且书里面还说另外一层 可能往往被我们所忽略的一个信息 就是那个时代的中国经济 跟世界经济的联系 并不像我们之前想象的那么弱 我们不老说清朝闭关锁国 但闭关锁国的程度 是值得商榷的 因为跟世界经济的联系 并没有切断 反而非常的紧密 怎么说呢 其实康庸前盛世最顶峰的时候 还不是这个书里面写的1768年的时候 大概是在 他说是18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前五年 也就是1780年到1805年之间 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呢 这段时间从海外流到中国的白银数量达到了顶峰 这个白银从哪儿来 就是从美洲来 主要的形式就是墨西哥银元 大家知道1840年中英爆发了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之后 中国战败了签订了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里边中国割地赔款 对吧 丧权入国 那赔款赔的是什么 赔的是白银 计价方式是什么 墨西哥银元 就是这种墨西哥银元 因为上面有只鹰 所以叫墨西哥银元 那么能让中国赔这个 那说明中国有大量的这种墨西哥银元 所以乾隆朝的盛世 一方面是这种粮食作物 能够养活更多的人 另外一方面是从世界市场上 中国可以获得更多的白银 白银是净流入的 直到1805年之后 这鸦片贸易越来越增长 中国的白银再往外流出 这也就是康钱盛世的一个大背景 经济背景 但这只是大方面 往西来说 经济发展非常的不平衡 在江南地区非常的发达 什么苏州杭州这些地方 但是在山区 在内地 经济非常的不发达 底层人民的生活 还是相当的困苦 其实即使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 这老百姓的生活 也是处在岌岌可危的焦虑当中 焦虑什么呢 焦虑的就是自己的生活水平 很容易就跌到了底层的底层之下去 为什么呢 刚说了农业养活不了那么多的人 就要靠手工业的补充 手工业如果也吸纳不了那么多的人口 怎么办 那出路就只有往更下层去 就被排除在生产性活动之外 那这些人能去干嘛呢 就变成了社会的游离的人口 他们主要的身份就是 和尚道士和乞丐 这书里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分析 就是说那个时候的和尚和道士 跟欧洲那种和尚道士不一样 欧洲的就是宗教人员 他们好歹有一个宗教的组织 但中国的我们很熟悉 其实 游方的和尚道士 找一个寺庙就可以挂单 甚至都没有寺庙到处走街串巷的 他们自己也不能养活自己 就到处去化缘 其实就形同乞丐 这书里面介绍了为什么乞丐叫叫花子 叫花子 那个花其实是化嘛 本来就是化缘的意思 叫花子 也就是说 从中国传统来说 就认为和尚道士跟乞丐就没什么两样 那么这些人 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流动 就成了一个不稳定的因素 他们走街串巷 对于任何一个地方来说 他们都是外乡人 那对于中国传统的这种熟人社会来说 这些外乡人就是不稳定的根源 一些作奸犯科 甚至一些神神叨叨的事情 就非常容易的就跟这些外乡人发生关系 那么叫花这种妖术是由这些人来行使的 那还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 这就是简单来说 在盛世当中会发生叫花这种恐慌事件的这么一个逻辑 当然书里边有更详细的论述 举了很多的案例 也都写的非常的详细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 我在这只能做一个非常笼统的介绍 那么这就是在盛世年 也就是在康乾盛世的背影之下 底层社会的真实状况 那么上层社会呢 上层社会都是一些精英 当然这个精英也不是铁板一块 也是分层级的 那么最顶层肯定就是皇帝了 这个皇帝呢 跟其他那些管理这个社会的那些官僚精英 是一种既合作又斗争的一种关系 这关系真的非常的微妙 皇帝有皇帝的诉求 有皇帝的焦虑 而官僚呢 有官僚的想法 那皇帝的焦虑体现在什么地方 书里面写的这个皇帝啊 当然这个地方主要写的就是弘历了 就是这个乾隆皇帝 他主要的焦虑来自于 一个是造反 一个是汉化 所谓造反 这个很好理解吧 当皇帝的啊 肯定是随时关注着底下的一举一动 随时关注有可能颠覆政权的这样的行动 这就是造反 而当叫魂案发的时候啊 其中一个细节引起了皇帝的一个警惕 就是割辫子 不是叫魂吗 去割人身上的一块东西啊 要么就是一块布 要么要你的名字 要么要你的生生把子 但是后来经常见到的是割人辫子 割辫子这个事啊 就触动了清朝皇帝的这样一个脆弱的内心 虽然这个皇帝一开始非常小心的 没有提到这个辫子啊 剪不剪辫子 跟这个王朝正统之间的关系 但是有证据证明 他肯定是在考虑这件事情 我们知道清朝刚刚入关的时候啊 对于留不留辫子这件事情 是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应的 对吧 留头不留发 留发不留头 但当时主要集中在剃发 就把前额要剃掉 后边留一个金钱鼠尾 但这个时候又变成了要剪辫子了啊 尤其是这个叫魂闹到后面的时候啊 说你如果真被人把那个便梢给剪了 怎么办 那么赶紧要采取反制措施啊 要防范于未然 什么办法 就把整个头全剃掉 就便梢剪了 然后能把便子全剪了 然后头剃光了 据说就能没事 你在我们看这种事 就是以一种荒诞来代替另外一种荒诞 对吧 但是你在清朝同志看来这个事 你让他怎么看呢 这是不是一个借口呢 就借着这种事 就把这便子剪了 就以此来抗拒这个剃发令呢 还有这个妖术横行啊 这个手范却迟迟抓不到 这说明了什么 那么背后是不是有严密的组织呢 他们到处去捡人发便 这是要干嘛呢 是不是就是刚才说的要造反呢 那么表面上看 这是一个封建迷信嘛 这样的一个事件 背后有没有政治意味呢 作为这个清朝的统治者 作为最高统治者 皇帝不得不有这样的怀疑 也不得不有这方面的焦虑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所谓的汉化 这满清入官到乾隆 这时候已经一百多年了 统治集团在不可避免的汉化 但是乾隆皇帝是把官场里边 那些不好的一些习惯啊 都当作是汉大臣的一些陋习 比如什么贪污腐败啦 什么结党营私啊 这些事情 你说满大臣就没有吗 但满大臣如果有的话 乾隆皇帝就会赤字他 说你染上了那些什么江南 士大夫的一些习气如何如何 当然了江南那些官 如果出现这些情况的话 那一点都不意外 当然也是会更加的严厉 而这次叫活人这个事件 也正是从江南地区发起来的 那么你说皇帝对这些官僚发愁 愁什么呢 就愁他们的风气败坏了吗 风气败坏并不是皇帝最关心的 皇帝最关心的是什么 是整个这套官僚体系 还能不能控制得住 书中用大量的篇幅 给我们介绍了 清朝时候官僚体系是怎么运作的 皇帝跟这些大臣是怎么沟通的 这些官员他们怎么升迁 怎么讲成的 总的来说这里边有两个矛盾 一个是官僚体系 自己在不断的规范化 不断的常规化运作 里边都有规章制度 这个官员应该怎样 才能符合一个官员的要求 应该多长时间考核一次 而这个考核过程也往往流于形式 这考评的评语也往往是一堆官话 一堆套话 因为所有的人都不想得罪人 那么这些官面文章 就你看不出来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这就是所谓的官官相护了 那么对于官僚体系当中的这些官员们来说 这是很好的 可是对于皇帝来说 这可就不好办了 因为他无法从这个体系当中得到真实的信息 拿回来看考语都一样的 你怎么评判这个人能不能胜任 能不能胜任更高级的职位 或者说才能只能去当一个很小的官 或者干脆就不能用他 那皇帝就不能指望这些常规的渠道了 就必须运用一些非常规的手段 比如说有另外的信息来源 比如说各地的大员都可以给他上秘折 互相之间都不知道 这个我们从电视剧里边都能看到 给皇上上折子 公开发的那什么折子 上密折 看那个什么雍正王朝里边 对吧 哪个地方的什么匣子 有一个专门的钥匙 从那箱子里边怎么怎么挤到 非常保密的打开 里边上的是密折 这个书里边有详细的介绍 也充分说明电视剧也不是瞎眼的 可是实行过一段时间之后 发现这效果也不怎么好 就是因为这些地方的都府大员 在这样的渠道里边 跟皇帝也不敢推心置腹 什么话都讲 那皇帝还有一些什么办法呢 比如说亲自见见这个人 当然都府大员 皇帝是要亲自见的 那地方上到一定级别的官 去派外任的时候 皇帝也都要见一下 有的时候我们认为 可能就是流于形势 但是按照作者找到的资料来看 这皇帝是真的指望 能见这一面的时候 能对这个人有所品评 因为他要跟他写评语 这个评语就跟常规的系统里边 那种评语就不太一样了 这更多的是出于皇帝本人的 一个直观的感受 这人行还是不行 能不能担大任 再有的非常规手段 就包括可能像叫活这样的事件 书里面给这样的一个事件 有一个专门的名词 叫做政治罪 因为这种罪名 不是平常杀人放火那样的罪名 是跟颠覆政权 跟造反有关的一些罪名 所以叫政治罪 利用这种非常规的这种罪名 来敲打敲打官僚系统 这种君王和官僚系统之间 又合作又有矛盾的 这样的一种体制 书里边作者是给了一个名词 叫做官僚君主制 他说中国在乾隆时期 这个时候实行的体制 可以称为官僚君主制 讲到这儿 我们大概就勾画了一下 这个教魂事件发生的时候 这个1768年前后 中国在康钱盛世之下的 一个经济状况 一个政治状况 一个社会的状况 那么就在这样的舞台之下 发生了教魂这样的事情 这个教魂的事件一出 这各个阶层 各种人的这个面目 都清晰了起来 都鲜明了起来 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面目呢 他们的反应如何 他们的所作所为又是怎么样子的呢 这个留待下期 我们接着来说 我是Rex 如果你喜欢我的讲述 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有两个 一个是订阅号 叫做宣言十字工作室 一个是服务号 叫做演讲录 也是演时的演讲 是讲话的讲录 是录音的录 在这里面 大家可以跟我互动 可以给我提出 你们宝贵的意见 本期研读 我们讲了 《教魂》这本书里面提到的 1768年 中国妖术大恐慌 发生的这个时代背景 就是在盛世之下 居然发生了这么一件奇怪的事情 那么后面 这个事情到底是如何发展 又是如何收场的 在其中众生又都有怎样的表现 且听下回 咱们接着来聊 教魂